丁頭男拿著三大袋物品 走在萬華富民路巷弄內 看起來就和一般路人沒兩樣 沒人想得到 袋子裡裝的 竟然是馬來西亞華僑鄧姓女子的遺體 幾分鐘後 他翻牆從後巷公寓走出 這使得他手中抱的則是紙箱 裡頭裝的也是死者遺體 因為嫌犯林國平 殘忍行凶分屍 還輕鬆躲過警方墜棄 時間到回幾分鐘前 嫌犯林國平在巷弄內閒晃 這使得他正準備運濕 正在觀察有沒有嫌人路過 看起來蠻不在乎 冷血行凶分屍再運濕 這態度看了令人不寒而慄 25歲的鄧姓女子 慘遭毒手混沌異鄉 警方卻遲遲無法逮到嫌犯 還原整起事件 5號晚間死者返家 隔天就遭到殺害 家屬通報失蹤 7號一早警方登門查訪 林國平只透露些許訊息 態度沉著冷靜 即使警方聞到刺鼻異味 卻苦無證據無法進門 但其實這時鄧姓女子的遺體 還在家中遇事 8號警方發現不對勁 想再聯絡林國平 但他早已經運完屍體 逃之夭夭 林國平的冷血 令人難以置信 把屍帶搬上車 還能若無其事的返家 狠心痛下毒手 恐怕就是為錢 缺錢花用的嫌犯 在逼問出了密碼之後 就拿著死者的提款卡 來到ATM 盜領了1萬多元 根據了解 林國平日前發生車禍 需要賠償對方10萬塊 恐怕就是缺錢 才會謀財害命 只是警方經過多天追起 好不容易掌握身份 林國平竟然傳出 在基隆民宅 畏罪輕聲 嫌犯他以前的住處 就在這個附近 所以他才會選擇在這個地方 25歲的年輕生命 葬送在冷血分屍嫌犯手中 林國平一死了之 什麼訊息都沒留下 只留給死者家屬 永遠無法彌補的痛 記者潘嘉義 陳玄 台北報導